今天修一台苹果小6啊 非常经典的故障啊 那么这种故障很快就要绝肿了 在以后这种故障可能就不怎么能修得到了 小6不触摸 那么咱们第一眼看到啊 这个手机摔过 然后拆开屏幕 那么发现这个手机也有进过水啊 有进水的痕迹 但是拿下主板观察了还算好啊 没什么腐蚀的痕迹 那么我们首先考虑它是摔的啊 那么风枪加热取下黑触摸 取下黑触摸之后 那咱们看这两个点 还有这里这个点颜色都比较非 那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是摔的啊 然后这几个空点取下来也掉了 那咱们重新窒息 装回黑触摸 那么基本上都是摔了之后 虚焊引起的不触摸 那么装回芯片之后 那么咱们来装屏测试一下啊 开机测试 OK啊 故障完美修复 触摸 它来了 其实这种问题都已经修烂大街了啊 为什么今天要发这个作品呢 因为很快 真的很快 就可能修不到了 那么多了 这种东西